大家好,我是坦哥 双城之战目前已经播了三集 弹幕你们觉得它好看吗? 说实话,三集120分钟,丝毫不住水 剧情制作配乐均为顶级 拳统属实是下了血膀 可能有小伙伴觉得 抱抱最后的拥抱很突兀 但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正常人 抱抱在第一集 看警卫时会时不时闪过诡异的怪物涂鸦 这和开幕式放出的一个片段 金格斯与魏再次相遇 原本金格斯很开心 但魏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怪物涂鸦 让金格斯失控对他开枪这里相同 而且第三集 抱抱前往决战地点前 在家中那个样子 也在暗示他疯狂的性格 一直处于压抑中 这都说明抱抱的精神状态 早在他失去家人后 就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 有这些细节作为基础 那抱抱最后拥抱仇人的举动就不为过了 他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人 魏的离去让他失去了心理寄托 再突然出现一位关心他的人 那么绝望的抱抱将希尔科 作为新的精神寄托也就合理了 OK 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如果觉得理由不充分 别着急 继续往下看 一切悲剧的开端 始于皮城与祖安的分裂 地下城区的领头人范德尔 带领地下民众向皮城进发 但却在与执法的对抗中损失惨重 金格斯与魏的家人 也在此次战役中离世 正是这次队友的死亡 让范德尔认识到了责任 让他从主战派变为了主和派 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也导致抱抱的精神面临崩溃 但在范德尔和魏的保护下 抱抱的癫狂被压制 他们二人成为了他重要的精神寄托 这份无数释放的力气 展现在了小发明上的幻想涂鸦上 这些隐患是让抱抱变为金格斯的种子 但魏的离去 范德尔与狂鼠和胖哥的死亡 才是催化剂 可若魏没有带他们在皮城惹祸 这枚种子还会被引爆吗 如果范德尔没有带领他们的父母与皮城开战 抱抱会失去双亲吗 在网上说 若皮城与祖案没有分裂 甚至抱抱根本就不会成为金格斯 阶级对立下的压迫才是罪魁祸首 第一集中 一腔热血的魏带着朋友在皮城惹下的大火 魏的初衷不是赚钱 不是权利 而是平等 他想用一次事件告诉皮城 你们这些人上人也没什么厉害的 我们并不弱于你们 但在范德尔告诉魏严重性后 他会知道这不仅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也会让信任自己的家人陷入陷阱 但编剧没有给魏充足的发育时间 在他与狂属的对话中说 抱抱确实有很多事做不到 刚好被抱抱听见 但下半句还没说 他就跑了 对抱抱来说 就算全家人都说他拉胯 但只要魏不说就没关系 从对话细节也能猜到 过去的抱抱也没干出啥好事 所以他很清楚 自己在其他人心里就是个累赘 但魏需要他 他也需要魏 这就足够了 从抱抱开头需要魏的鼓励 才敢去跳跃房顶来看 失去父母的抱抱是非常的不自信和自卑的 他需要魏的认可与肯定 来支撑他脆弱的内心 但魏那就被误解的话 必然会让抱抱冒出 原来你也不需要我这个念头 如果说魏是保护抱抱崩溃内心的锁链 那么此时的锁链就已经出现了裂痕 在执法官搜查后的夜晚 魏与范德尔再次进行了对话 这次对话让魏彻底了解了范德尔的苦衷 曾经的范德尔和魏一样 为了家人过得更好与皮层开战 却发现世界根本无法被改变 战争不仅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 也会让家人在眼前死去 两次谈话让魏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选择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魏在谈话后就暗自决定亲自服法 用自己来保护家人保护抱抱 可从先前魏问范德尔怎么办时 范德尔迟疑了一下 也说明范德尔也做好了 用自己来保护眼前这些孩子们的准备 范德尔与魏都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但变数希尔科出现 将批成于组案的矛盾彻底激化 范德尔也被抓走 魏决定去救援 但却不带上抱抱 因为这次战斗九死一生 与范德尔聊过后 他彻底明白了责任的重要性 而且狂鼠和胖哥都有自保能力 只有抱抱的危险系数是最大的 但就像我先前说的 编剧把野瓜都刷光了 魏没时间去发力思考 他的那句你还不行 没有考虑到抱抱脆弱的内心 虽然当时情况危机 但先前那句被误解的对话 已经让抱抱内心出现了裂痕 这句你还不行 则彻底让锁链崩溃 他癫狂的内心开始涌现 他扭下并砸开了手中物品 他需要发现内心的疯狂 也在愤恨自己无法帮助到位 但掉落的海克斯水晶 却替代了内心位的锁链 让抱抱暂时冷静了下来 他能帮上忙了 可以说成也水晶败也水晶 水晶让抱抱冷静 但也正是因为这几颗让他冷静的水晶 让抱抱走向了更大的悲剧 在决战地点 以抱抱的视角是看不到西尔科的 他只能看到抱走的敌人 在攻击家人面前的大猛 为了帮助他们 他投下了水晶 爆炸也让他落入水中 让他无法得知帮助的结果 而结局我们都知道了 魏看着家人被团灭 而抱抱却兴高采烈地来邀功 我帮到你们了 我不是累赘 可这些话在魏心里就如刀割 原本可以顺利逃离 却被最重要的人毁于一切 魏崩溃了 给了抱抱一巴掌 极度悲愤的他 说出了让抱抱彻 彻底走向金额斯的那句话 上了家人的血与敌人的血 这场战斗依旧没有赢家 之后魏恢复了冷静 他躲在黑暗中 需要在一旁好好静静 却被抱抱误解成了 魏要抛弃他 随后魏被执法官带走 也让二人彻彻底底地走向了对立面 歇尔科看到了抱抱 可能是回想起了 他与范道尔的决裂 他把刀藏在身后 简单地问候了抱抱 此时抱抱的精神已经崩盘 他需要一个精神寄托来让他冷静 歇尔科就暂时代替了位 但也只是暂时 经历了这么多的抱抱 从瞳孔来看 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彻底无法扭转 这些小事件和不经意的细节 都是抱抱最后突兀行为的基础 这些在披乘耀眼光芒下 艰难生存的地下人 在披乘与祖安的封链与矛盾下 催生了无数的悲剧 也让抱抱从一个小人物 变成如今的暴走龙里尽丝 感觉这个故事真的悲惨 不过双城之战三集下来 真的给了我太多惊喜 不仅刻画了姐妹二人 还有范德尔 希尔科都是亮点 希尔科并不是纯粹的坏 他为了祖安可以不顾一切 他做出这些事情 也只是为了让皮城 给祖安平等的权利与尊重 可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太过极端了 这些令人恐怖的战士 真的会让皮城惧怕吗 或许会引起更大的战争 而编剧界范德尔之口 已经告诉了我们希尔科的结局 战争没有赢家 只会造成更大的悲剧 真的给劲 原以为是情怀动画 没想到各方面都超出了我的预期 出这期视频 一个是看到很多评论说 金额斯结尾转变太突兀 所以想和大家聊聊转变的细节 一个就是双城 确实很不错 和大家安了一步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制作不易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行 就点个关注来播散联吧 再次感谢你们 我是坦哥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